哈囉,大家早安 今天我們就單純的做咖啡就好 今天我其實也沒有看到什麼問題要回答的 我們前幾天有說過要做一個比較不一樣的 拉花的圖形 我們先來試試看 這圖形我以前常做 只是現在不知道為什麼 技術退步了 就很少再做這種圖形 好啦,不要那麼多 少個0.2公克 一絲一絲一下 然後 我習慣放比較多 這是我個人的習慣 這樣子我覺得啦 我個人覺得這樣子喝起來 它前端的味道比較重一點 那帶有中段 我在做咖啡的時候 常常都會去用一種就是 比較高的粉量 然後萃取比較前端的味道 去避掉一些尾段的風險 那就是個人的說法而已 那就是個人的說法而已 好 然後我突然想到昨天有人問 那個 Easypresso的J跟K系列 要怎麼選 我覺得 第一個 你先選外觀吧 選你要的外觀 然後 K系列 是多用途系列 那 這系列 聽說是針對 Espresso去優化的 聽說啦 網路上聽的 你不妨參考一下 我是在 PTT上看到的 那我有問過 Easypresso的業務 他們是有說 確實 這系列做Espresso起來 是比較 比較甜啦 Body比較厚實一點 我自己個人的想法就是說 如果你很常喝很淺的豆子 尤其是做濃縮咖啡 淺烘的SOE 我個人不建議你用 這系列 因為它很難磨 很硬 它研磨效率高嘛 你豆子如果 烘的淺 然後 又要磨Espresso 其實 除非你一天就喝一杯啦 那我沒話講 就跟我 跟我有時候拿去磨 比較淺的豆子一樣 然後它會流比較慢一點 就 我刻意把粉塞得比較多 然後研磨也沒有調出 那再加上 這罐它不是 很深的豆子 所以它會流 流速會稍微慢一點 好 好 好 這台它雖然說幫浦是比較靜音的 可是有時候 你去機器去碰到其他的東西 比如說像這個 靠在這邊 它還是會有一些震動的聲音 這如果你放在家裡的時候 要稍微去注意一下 對 像我有時候 都會放這樣 然後碰到 碰到桌子 就會有這個聲音 對 對 對 很多時候 其實都不是機器自己本身在大聲 有時候像我們以前也遇過一些 機器啊 它的 組裝 品質沒有很好 那它自己本身在運作的時候 這個互相自己都會有碰撞的聲音 它就不能說是超靜音 那些工廠差不多漸漸的都不見了啦 就是 組裝品質會比較不確實的公司 通常就 被市場淘汰了 因為人家跟你賣一樣的價錢 可是品質比你的還要好 那消費者當然很久了之後 就知道要選誰了 好 我今天沒有調 蒸氣的溫度 我就直接 同一個溫度來做奶泡 好 那我有試過啦 就是我之前不是 打奶泡的時候都會想要 把鏡頭拉過來嘛 但是我發現因為 這個 它的對焦 相機的對焦其實不是很好刷 那我也沒有辦法說 一邊打奶泡 一邊手在這邊 控那個手動對焦 對 像我現在剛剛這樣比一下 我現在的泡都已經打太粗了 一坨粗泡在那邊 很麻煩 對啊,發太多出來 是不是要刮泡了 我去拿東西 一般來說齁 你在打奶泡的時候 最常出現了一個致命問題是什麼 就是你分心啊 你分心的時候 你本來維持在這個高度 你一個不小心 鋼杯不小心掉下去 它整個進氣又會 瘋狂的進氣 那泡就會太多 我剛拿到這一台的時候 常常這樣 不習慣 因為 它的蒸氣管 第一個 它蒸氣管的長度 跟我自己習慣的不一樣 第二個 它的這個高度跟我不一樣 我手不知道要抓哪裡當基準點 對 所以就是 很容易打出超大的粗泡 雖然說 你們可以當作一切都是藉口 好 OK 奶泡沒有打好 對比沒有很漂亮 然後我其實一直在發現一件事 就是我發現伊犁這個豆子 放可可粉 好像 都沒有很漂亮 對 之前不會喔 之前只要 我在店裡用了可可粉 然後做出來的 其實它對比都還蠻漂亮的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 這個豆子 還是說 就是 奶泡 家裡打的奶泡 跟那邊 也有關係 或者是我加太多 你們看可可粉 就是都沒有那種 一點一點的 那種斑狀了 就是整個霧掉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 是這個 灑粉器嗎 裝太多粉 感覺是耶 感覺是 就是 一般如果你灑下去 是小小的 一點一點一點 這樣的話 我個人覺得 有時候做出來 還蠻漂亮 就是會有一種 爆紋啊 虎斑啊 那種感覺 有可能是加太多 對啦 要這樣子 但是我個人覺得 你灑在 Espresso表面的時候 要是這樣子 會比較好 那當然 可能我一邊做 一邊講話 然後 把濃縮咖啡放太久了 也有關係 那 這個的Cream Mart 做起來 可能也沒有像 這個 這個 油那麼多 可能也有關係 反正就是很多很多的 關係 很多時候 做一杯濃縮咖啡 做一杯拿鐵咖啡 有很多的地方要去 要去檢討 如果你真的想要把它做到 分毫不差的話 當然 我自己是可能 不太會在意這個 那如果你想要做到分毫不差的話 其實要檢討的東西 很多很多 檢討不完啦 所以我才會跟大家說 就是如果你真的只是 家裡喝杯咖啡的時候 放過自己 放過自己 會比較好 好 那今天的影片 影片 就到這邊 齁 那關於剛剛講的磨豆機 我個人是兩支都有 那我覺得 這一系列 齁 J-Max 磨起來比較吃力 可是很快就結束了 K-Plus就是中規中矩 都很好磨 齁 相對之下 都很好磨 但是我覺得這個 這個粉杯 磁吸粉杯的部分 J-Max做得比較好 他這樣 我這樣摺 他是不太會掉的 還是會喔 你很用力他還是會 但是 K-Plus 稍微碰到 有些人習慣 我不知道為什麼啦 有些人真的很習慣 這樣子磨豆子 這樣不會 不會很 不舒服嗎 磨豆子的訣竅就是這樣 兩隻手 如果你覺得太緊 就是這樣 拿鞋的 然後 相互 跟腳踏車一樣 對 不要放在肚子 不要放在桌上 不要放在桌上 放在桌上是最難磨的一種方法 靠這樣 也很奇怪 齁 磨豆機如果 靠在身上 表示 你會有一個很不好的研磨體驗 我個人都是跟人家講 如果你磨到一半 這個粉杯會掉下來 那表示你的握法錯 齁 就是這樣 那 我不能代表他們公司說話 我只能跟大家講 我覺得 都不錯 齁 整體綜合使用下來 我自己會用 J-MAX 因為我寧願 用力 但是很快結束 齁 但是 老闆娘她比較喜歡 K-Plus 或 或K-Pro吧 大概吧 反正就是K系列 她說 就是出力比較均衡 好 就這樣 我們 下次見 拜拜